我就觉得猜离 这方面是老一辈 留下来的风俗习惯 你要是要 我指定不给 你要是不要 我能给你 我觉得金钱衡量不出 咱们之间那存洁的爱情 现在不都是像 南方买楼女方装修吗 我都房子早都买好了 就等你来给我设计 威信那小价 四号乔男为啥没等了 他说南方买楼女方装修 我还给你装修 我都给你配辆车得了吧 配辆车我也不介意 你可真好因此要 首先这个采礼这个问题吧 我是不会变的 我一定会坚持我自己的看法 因为我觉得 金钱衡量不出咱俩的爱情 采礼这方面是老一辈留下来的 农村就是 最老的时候 我爷有男的时候 传下来的 所以说到我这儿 我就想给变一变 所以还坚持 男方买房女方装修 是不是 如果要是感情到位的话 不用装修也行 哎呀超男呐 你看灭得着急吧 是急呀 想到这个结果了 为什么呢 啥事必须得往坏了想的 对不对 想过 想过 我觉得依照你刚才的这个表现 你接下来这个反转环节一定会赢的 4号 4号张超男 张大友请 我心愿努力爱情爱爱 我想跟你谈恋爱 能有情和有你我愿意 买双天歌回家去 介绍一下子子 不是你多大 看不清 21 你处哪儿的 市里 市里啊 米莱阳光 米莱阳光 怎么说呢 就是我一上台啊 就是我一到这个线这会儿 我就一撒嘛 就是我看着你了 就在人情中发现了你 所以说就把你选择当作行动女生 但是我不知道为啥你把我灯灭了 说说原因呢 是彩礼的事吗 还是装修的事 大包炒粮了没事 觉得太活泼了 太活泼了 太吓人了 太吓人了 今天可能有点没露住 平时不这样 真不这样 我心里把这个气氛带起来 没想到过了有点 高速限速102 我都开倍三了刚才 张超南 我喜欢你 如果你能跟我签手成功 我过于百分之百对你好 只要你能跟我消停过日子 我只能跟你稳一辈子 房子买好了 装修不是事 不是事前 事前的问题都不是问题 考虑考虑 我问一下你属啥 属羊 91年 那个 我从小到大比较听我妈的话 就是灭灯原因也有这个 你说你24 我妈说过坚决不着输羊的 我出命软呗 没事我五月份羊 命硬 不是 跟这个没关系 男嘉宾太活泼了 就是我确实挺喜欢比较像你这种大男子主义的 但是你有点太活泼了 我不跟你解释过了吗 就是开快了 开也被撒了刚才都 我还怕你平时也开太快 这话说的 平时指定不能 考虑考虑男嘉宾 能给我一个女嘉宾能给我个机会吗 能给我个机会吗 我都紧张了 遇到我心动的人我都不会说话了 现场的观众给我点勇气 开一息 哎妈呀 这小伙子我看的 那也是真挺成心的 你看这腰弯的跟大虾咪似的 虽说超男觉得小伙子有点太活泼了 但从说话唠嗑的感觉来看呢 也还是挺踏实的一个人 接下来啊 不知道小伙子他能不能打动四号 这状况百出 你可别落实啊 小伙子你挨地儿 你挨地儿我怕你太痛苦 紧身裤挨不下去 酷了瘦 超男给我几个好了 超男你多了解他呀 你都知道他穿紧身裤跪不下去 你说这这里上哪找的这个默契 他会受到他 相对他 这个默契 自己都没有掌握 也没想到 他们这么高 你还得到 他还是 你多争三个人 你从来 你敢戴 启似她 比我 有三个人 我 你 我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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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说就是 你问问你自己心里的感觉 他的这种幽默劲和活活劲 你喜不喜欢 喜不喜欢 喜欢